大家好,我是分尾狐哥 然后呢,今天呢,咱们讨论一下最常见的标准器 然后你看见,我只有五把枪 然后呢,每个枪的标准器都不一样 然后呢,标准器里边 最普遍的标准器里边分两种 一种是反射性的,一种是望远性的 然后反射性里边呢,还分两种 是一种呢,叫红点,就是这样的枪都是红点的 第二种呢,叫全漆 是英文叫Holographic 然后我有可能会往下说,就玩叫Holo 红点叫Red Dot 然后呢,咱们先讨论一下反射性的标准器吧 反射性标准器呢,咱们先说红点 红点因为红点是最普遍的 这把枪呢,是Ruger PC Carbon 然后,我这上面安的是这个牌叫做Vortex Vortex的Spark AR 这是我第一个买的标准器 它就是一个最普遍的红点 然后,你看一下 打开的话就是按一个点 然后红点的好处呢,就是它非常简单 然后没有什么特别花里胡哨的东西 最方便的,而且A姐标准的话特别方便 就是里面就有个红点 但是红点的缺点呢,就是说 它的点一般都挺大的 最小的点就是这里边呢,比如说最小是两个M.O.A 的话呢,一个M.O.A大概就是一个英寸 就是2.5公分 然后呢,两个M.O.A的点在100米的话呢,就是大概2英寸 就是5厘米 所以说呢 这是在近距离的话很有用 远处的话呢,难一点 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说呢 不非得把脑袋和枪托贴得很紧 就是说我脑袋冻痕的时候呢,点还是一样 不管我怎么冻痕 那个点指的还是说千万枪拿着打 然后呢 对 然后第二个好处呢 第三个好处就是说它便宜 所以这个我买的是大概是200块钱左右 最贵的红点 就是军队用的红点的话大概也是五到六百块钱 比其他的 比其他东西都更便宜多了 但是不好的就是说 它的没有十字线 它就是一个点 所以说打远 就是你想描远处的话呢,不是那么容易用 而且像这些枪里边 你看见这会有三倍的放大器 三倍放大器乘以两个MOA 就是两个MOA的点的话呢 在100米就是6个MOA 就等于30公分 这么大吧 所以说描远的并不是很准 所以说呢 这个 所以说呢 这些枪 所以说我想用在近距离 近距离的话的枪呢 都是按照红点 嗯 那好吧 那这个Spark Vortex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 一个上一个下 就是亮 还是暗一点 然后呢 你可以看它这个 这个窗孔很小 而且但是它 它旁边周围的话很大 所以说呢 在瞄准的时候呢 很多东西都被挡住 嗯 在 所以说 嗯 我这个并不是很好的一个 并不是很好的一个 谬准器 所以说呢 我只把它按到这个 我下玩的墙上 并不是说 要是 房家 要是 对 那好吧 这个是最简单的 然后呢 这把枪 哦 先不是这把枪 这个最后的弱 因为这个是 很好玩的 那这个呢 就是Holo 就是全息的 然后这个牌是 EOTAC 是美国一个 暂时 美国最 popular 打开的话就是一个点 它也一样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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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打开了 然后呢 它的呢 它的好处就是 嗯 它的非常 哎 怎么说 非常好用 首先它里边不只是一个点 它中间一个点 然后外边还有个圈 呃 这个点 是一个MOA的点 然后呢 外边圈好像是65 还是68个MOA 它就是68个MOA 就想一下大概在100米好像是一个人那么高 差不多吧 对 因为68 68 68个MOA大概是5尺多一点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 呃 1米7 1米75 1米75 左右的人高 所以说呢 你在100米看见这么大的话 就是 看见一个人差不多这么高 就是68个MOA的话呢 你就知道它大概在100米 嗯 而且呢 第二点在进出的时候 你进出因为圈很大 嗯 所以说非常容易瞄准 你不费得去常见看那个点 嗯 然后呢 它这个呢 你可以发现呢 它这个窗口很大 而且旁边特数很小 很小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很容易跑来跑去的时候呢 不会 不会打太多东西 哦 我还忘了说这件事 在所有的反射性的里面 反射性腔里面 它们都没有放大 就说是1比1对吧 这样的话的好处就是说是两个眼都可以睁着 睁开着眼就可以就可以瞄准 不费得就是说像像发远这种 必须得 必须得 必须合一点 所以说这样还是 也是对近距离的 近距离的 近距离相战的时候很容易 很好用 嗯 然后呢 这个呢 EOTech呢 就是HoloGraphic 就是全息的瞄准镜的 都比普通红软贵多了 这个我最 这是最便宜的 然后我在最便宜的时候买的 我花了大概340 350块钱 普通时候 这个 这是EOTech512 对吧 它普通时候大概400 450块钱 然后呢 它便宜是因为它大 而且它沉 它里边有两个 5号电池 对5号电池 然后呢 它大概 几乎450到500克 所以挺沉的 它有 EOTech可以出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model 就是比如说 XPS XPS2 XPS3 就这么小 而且有一些 其他的呢 可以和夜视仪一起合作 这个不行 因为它太亮 当然了 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我也不需要夜视仪 所以说呢 我就买这个300块钱 然后呢 后边呢 就有一个三倍的放大器 它的意思就是说 把它按上去以后呢 所有的东西都在三倍大 然后 我最喜欢 就是全息的瞄准器的好处 就是说 它中间点 比如说它 你别看它是 一个MOA 放大以后呢 它还是一个MOA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这样 所以说 我用这个枪 在100笔的时候 我打的 就是打的 也是能打很准 就是比如说 这么大之内吧 就跟其他的放大性的瞄准器差不多 当然 我可以换成六倍的放大器 但是我觉得有点没有必要 它的缺点就是它贵 而且电池不像红点的使用 就是那么使用 它大概一个 就两个电池大概能用600个小时左右 但是它好处就是说 非常结实 非常非常结实 EOTAC的这个牌 是被美国军队和 和警察用 这你可以看 就是外边这个壳很厚 然后呢 就是 磕坏了磕巴了以后呢 还可以换个信盒 要接着用 那好 先把它放下 这个是我最新的买的一个红点 它是这个牌叫HoloSun HoloSun 我买它是因为我最新发现了呢 这个HoloSun出这个点呢 它是个红点的 红点调整器 但是它也外边有个圈 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做 但是它就是有 然后呢 就是旁边按一下加 就是两个 它跟那个EOTAC的红点差不多 就是这个圈差不多 中间一个点 是两个MOA的点 外边是65还是68个圈 效果 效果是非常接近 非常非常 非常接近 说实在话 我更喜欢这个的这个圈 因为在 全锡里边呢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有一点锡 然后呢 一会儿我给你看照片 你可以看一眼 它的好处呢 就是说它是在 红点的价位 我记得普通时候呢 300块钱左右 我打折买的是230块钱 然后呢 也很轻 大概300克 上面还有一个小的太阳能板 所以说在太阳里的话 跑的话呢 还不用电池 就是 就跟EOTAC一样 它这个 它这个小窗口也很大 所以说呢 就是 比这个Vortex 要好用多了 加上三倍的话 也是非常清楚 所以说呢 我再试试吧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 我不知道它好用不好 就是在真正的好用处 真是好还是差 所以说 买买买买买 那好 到这里 反射性的瞄准精 咱们就介绍完了 下一次呢 咱们就讨论 望远性的瞄准精 那好吧 谢谢大家